有很多網友都說你好像就是在當爸爸之後變得比較成熟 你自己覺得你現在改變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改變最大的部分就是我的 我的躁鬱症完全沒有發作過 自從女兒誕生之後 然後就變得真的更有耐性 對啊然後更細心 對啊 所以現在那種發怒的頻率比較不會那麼高 完全沒有 現在越來越往後退 對如果有也是馬上就壓下來 就是我會想說我不能在女兒面前這樣 對 其他身邊的朋友看到你這樣轉變有沒有都嚇一跳 他們都嚇一跳 會不會看到有些社會新聞 就是越南非常的有感覺 非常的生氣 對啊 現在會讓我生氣的就是看到這種新聞 或者是女兒被蚊子叮了 我會很生氣 好因為他在家裡很長大蚊子 見邪讓他見邪 對我爸爸已經把他睡一隻萬段了 你會不會擔心 雖然這樣講有點太早 就是會不會就是女兒幾歲呢 帶男朋友 交男朋友是不是 這我也有想過 對 我覺得我應該會跟他的男朋友變好麻雞 對 然後我應該會帶他男朋友去泰國秀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去泰國秀 都可以去合法的國家就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然後生一個兒子 會耶 我們其實也有在討論 有在想 對有在想 他應該會很頭痛 對 因為可能會像爸爸 對啊 會像爸爸 哦 攔不住 攔不住 會有想要找保姆嗎 不會耶 因為現在你看 那麼多虐童案都是保姆 對啊 而且還好我們 我們是有比較多時間可以自己帶 然後阿公阿嬤也會幫忙帶 對啊 那現在有新專輯嗎 會不會還有演唱會的打算 有有有陸續在準備 對啊 因為我的哥們朋友也敲碗很久了 對 都在等我的演出 會有大巨蛋的目標 大巨蛋喔 我們先看過周董之後好了 哈哈哈哈 那周董你有跟著搶嗎 哦 我有搶到那個地下道的票 哈哈哈哈 沒有搶到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是要賺地下道 對對對 哦 OK 好 這次我們常會要一起走 現在他只要擁有你和我 拿握手牽著小手 情侶上有樂法 從最美的夢 起碼 起碼 你 我為是要好好擁有 一起飛 起碼 起碼